前几天首相蹲马到新加坡出席第三十三届东盟峰会 而在会议举行之前 其实马哈迪特别抽空和在新加坡生活的大马人 进行了一场下午茶聚会 那跟之前到访其他国家时会见当地大马人一样 马哈迪在聚会上是充分扮演了新政府代言人的角色 要各位在海外的大马子民回来贡献国家 为了消除一些人的担忧 马哈迪还特别向在场的出席者保证 说清政府一定不会让想回流的大马人 感觉到自己不受欢迎的 首相马哈迪指出 西蒙政府将会确保旅居海外的马来西亚人 在决定回流时 不会因为马来文的掌握能力问题 而丧失能够做出贡献的资格 他保证西蒙政府将确保大马专裁决定回流时 不会因为马来文问题而碰壁 马哈迪表示 旅居在外的大马人缺乏马来文资格是一回事 或许有一天他们会掌握的 而他们的贡献 比如说癌症研究成果是极具价值的 因此大马需要他们的回归 此外 马哈迪在会上 也以大马级富豪郭赫年为例子 赞扬对方懂得饮水思源 当国家需要帮忙时 义不容辞回来帮忙 那些人做得好 像这个酒店的主持人 他没有忘记 他在马来文资中的第一亿产品 所以我们邀请他来帮助我们 去治愈国家 他愿意回到 成为一位的职业组合作者 接着敦马希望所有旅居新加坡的国人 可以回来马来西亚 以他们在海外所掌握的技能及知识 提升大马产品 为大马的财富做出贡献 第二杜作首相的马哈迪 真的就像是招揽海外马来西亚人 回国的代言人 他去到哪里都叫大马人回来 回来贡献国家 因为国家需要你们 之前他在中国这么讲 在日本这么讲 现在在新加坡也这么讲 的确过去三四十年来 我国有很多人才都外流到国外去了 特别是新加坡 而且不少在他国才华都得到发挥 甚至是名扬国际的 2011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人才流失报告显示 那我国大约有100万名的公民移民海外 其中超过57% 也就是超过一半是选择在新加坡落脚的 那就是2010年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马公民有38万5千人 是所有国家当中最多的 排在第二位是澳洲有11万6千人 第三是英国有6万9千人 而这些大本人当中超过一半都受过高等教育 那该我讲的这些是8年前的这个数据 现在肯定不止这个数字了 财政部长林冠英好几年前曾经开过一个这样的玩笑 他说如果现在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马人都离开新加坡 都回来马来西亚工作的话 那么新加坡就即刻垮掉了 这句话不是没有根据的 与我国只有一水之隔的新加坡吸纳了多少马来西亚人到那边工作 你知道吗 那你只要看每天在新柔长地来回通关的人潮 你就知道了 这些人都在为新加坡经济做出贡献 那相信更多人不知道的就是 在新加坡竟然有40%的医生都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很多还是专科医生的 我们培育了人才却留不住他们 究竟为什么呢 那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心中 特别很多华人家庭的心中 已经有了答案 或者应该这么说 我们国家之所以留不住人才啊 刚才说要大马人回流的马哈迪 其实必须要负上责任的 因为我国人才流失最严重的时期 就是他担任首相的那20年 那其实马哈迪也不是不知道 人才外流是在他执政时期所种下的恶果 上个世纪70年代推出新经济政策之后 马哈迪执政的年代更是加大力度把他奉行到底 政府大力扶持土著 很多非马来人在经济还有教育上得不到公平对待 甚至被视为是二等公民 让很多非土著觉得留在大马是没有前途的 而决定远走他乡另批出路 多少人是韩正类挥别祖国的呢 而且还曾经不止一名巫统的部长讲过 讲这些宜居海外的大马人都是不爱国的 他们要走就让他走吧 那好了 现在马哈迪说他希望大马人才回流 其实更正确一点讲 他这番话是特别针对海外的大马华人讲的 那刚才在画面当中大家看到 马哈迪说 不会因为你的马来文不好而阻止你回来的 这话是说给谁听的呢 就是非马来人啊 特别就是华人子民啊 他在聚会当中也公开占了华人圈子里面地位很高的郭赫年 那这也是说给华人听的 他之前在中国说 他说华人是很勤奋的民族 不管去到哪里都可以生存的 然后他说 我国缴税的人口当中90%是华人 那这说明什么 说明马哈迪他很清楚知道 一直以来 华人都是贡献国家经济的中流砥柱 说明马哈迪知道 现在西蒙执政之后啊 要重振国家经济 得需要更多的支持 特别是这些已经外流的华人专才 而马哈迪的这番言论 他就是要告诉大家 现在的西蒙政府啊 跟以前的国阵政府不一样了 我们不再跟你谈新经济政策 甚至也告诉你 马来文不懂不要紧 把以前国阵政府喊的那一套 马来文智商 马来文智商的言论呢 都摆在一旁 现在马哈迪说的是 只要你有才 不管是专才还是钱才 都请你回来当人才 这里才是你的国家 好 马哈迪这话是重复在说 但在海外的这些人才会回来吗 那过去三十多年来 华人一直被边缘化 或者说被不公平对待 这些都是一两代人的共同记忆和经历啊 现在要这些已经旅居海外的大马人 回来马来西亚 回到我们的国家 可真的是需要一番很大的努力的 需要一段时间 那他们可能还在听其言观其行 无论如何西门上台之后 马哈迪三番四次在国外 就是都在重复同样的话 至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尝试跟前朝政府的政策切割 展示跟前朝政府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那其实不管这些人当初是因为什么原因 到外地是生活打拼 现任政府如果要成功吸引人才回流的话 那么就必须让这些 已经移居海外的大马子民 看到并相信 你们上台之后 政策真的改变了 也让他们相信 未来的马来西亚会更好 我爱祖国 祖国更爱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